妙貞你說你是花了五年的時間 準備律師 所以一聽到國考兩個字 你就會哭 因為法律系來說 國考大概是一個宿命 就是大家都不想要畢業就失業 所以很多時候 可能你在學校的時候 就已經有開始準備一些考試 那當然就會延續到說 你畢業之後還沒有考上 沒有應屆考上的時候 要去思考說 你到底是要全職考試 還是你要半工半讀 那我自己是在這個畢業之後 就進了高雄捷運當占務員 那是全職考試的 全職工作的情況之下 再去準備考試 那有時候上班八小時很累 那當然你有時候 就會比較怠惰一點 那怠惰到某一年 就會覺得說不行 就是要認真念了 結果那一年非常認真念 還就只差一分 就進到下那個二四 我們要分一四跟二四 一四就是全部都選擇體 二四是全部都生潤體 我就選擇體就差一體 可以進到二四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 爸爸媽媽會很心疼女兒 但是你的兄弟姐妹 不見得會這樣想 那也是有 就考了三四年之後 結果哥哥姐姐會說 你什麼時候才要看清 你到底根本就是考不上這樣子 他就是會有一些 兄弟姐妹都會這樣潑冷水 對 因為可能那時候 因為在準備考試的時候 爸爸媽媽也會說 你你很多很多事情 你不要去吵我這樣子 可能修英姐妹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有特權 為什麼可以這樣子 為什麼爸爸媽媽特別聰明 明明就考不上 你什麼時候才要認清這個事實 就是去趕快去找別的工作 那家裡頭沒有人支持你嗎 只有最支持我的 應該是我大姐 對 因為大姐她自己是對法律有興趣 所以她非本科生 但是她有再持續去準備書記官的考試 那但是她的狀況 比我更慘的是我爸媽也不支持她 對 我爸媽不支持她之後 然後她結婚了之後 夫家那邊就會有其他的壓力 包含說可能要工作 要當好媳婦 然後可能就是有 她又要考試 那所以那個時候 她是很語重心長跟我說 妙貞 我覺得你總有一天會考上 她就一直很安撫我 甚至因為在那個 在高節工作的時候薪水不高 我沒有錢去繳補習費的時候 我姐姐還把她的結婚的嫁妝 拿去點檔 然後去幫我付補習費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姐姐都為我這麼的無怨無悔的付出 那我一定要想辦法 努力的把她考上 我自己的難過 不是難過 因為我想大姐的處境 是比我更艱困的 可是她都願意挺我 所以我一定要搞好把她考過這樣子 總算不負重 後來就考上了 對 還好 終於考上了 那考上其實在考前 因為姐姐就是已經破補成舟 已經拿她的那個嫁妝的金飾 去幫我付補習費 那我就好 就開啟一個終極模式 然後把FBR什麼 全部都那些社群的軟體 帳號全部都刪掉 就全部都關掉 然後我出門也都不帶 智慧型手機 就是一般的那種手機 就是只能接打電話 傳傳簡訊的那一種 然後到家才用LINE 就避免自己有任何的 心有旁駕的那種狀況 非常專心 跟她拚了 對 然後後來我考上之後 才聽我同學說 你怎麼人間蒸發了一陣子這樣子 對 那當然 因為那個考海無涯 什麼時候上案 都是考生一個 很煎熬的一個狀況 那上案了之後 當然就會覺得 好 我過來了 可是當上律師之後 又是另外一個壓力的開始 對 沒錯 妳當時還曾經不服輸 幫當事人搭免費的官司 對 那個案件是這樣子 跟那個強尼代普案件有點像 就是那個女生也是有一點 有點精神疾病 那個是真的有被診斷出來 說她有精神疾病 而且也被診斷出來 有妄想跟自虐傾向 可是這個女生可能就每次 兩個人只要吵架 她就會不停地報警 然後不停地去警察局 就是寫那個家暴通報 然後通報到最後 她就一次告 就已經隔了很久 好幾個月之後 一次告了前面的四五條 就拿所有的驗傷單去提告 那檢察官一開始都不起訴 然後在意之後又起訴 起訴了之後一審調查完 我們一審我們開始接手之後 也調查非常多的細節 然後一審無罪 結果到二審就翻盤了 然後被判了三十天拘役 我就很 很 就覺得很生氣 很憤怒 就明明一審都判了 就調查那麼多的細節 然後判了無罪 結果二審也沒有新證據 就因為檢察官上訴 他就被改判有罪 那我就說好沒關係 那三審我就不收你這個 不收你錢 我就幫你寫狀子 讓他打三審 對 這很難得 很少聽到律師說不收錢 沒有 因為主要是 他那個過程 他也很煎熬 而且你說其實 因為他被判三十天拘役 其實換一顆罰金 就是三萬塊而已 那你還要再給他收錢去打那個官司 他大概吸你那口氣是吞不下的 聽說有個案子也是蠻 當時壓力很大的 是婚姻的官司 是 就是 因為我也辦蠻多家事案件的 那家事案件無非就是離婚 然後搶小孩 然後就是分財產 那其實最大煎熬的都是在 搶小孩這個部分 那那個案子是先生跟太太要鬧離婚 然後那個太太跟先生 因為跟那個夫家這邊處不好 所以他們是 就小家庭出去外面租房子 結果先生可能就是有一點 有點媽寶 他三個人已經自己出去租房子了 先生還跑回去 就是回他自己家去住 那太太就覺得 先生回家去住了 我幹嘛還帶個小孩 在這邊外面租房子 就回娘家住 然後孩子就由他去接送到幼兒園 結果先生的爸爸媽媽 竟然直接跑到幼兒園 沒有經過他的同意 就把小孩子帶回夫家 然後不讓他看小孩 我們當時很難過 就是從小孩出生到 被帶走這段時間 他每天都是跟他兒子睡 每天晚上都跟他兒子一起睡 可是當他被小孩子被帶走之後 他當天晚上根本沒辦法睡覺 隔天早上六七點 就跑去夫家說 他要看小孩 結果公公就還抱著小孩 不讓他看 還故意就是自摔 說你看因為你要搶小孩 導致孩子跌倒 所以我要告你家暴 要告你傷害 然後我還要申請保護令 這公公很八點檔 這個很抓麻 對 非常的抓麻 那他遇到這種狀況之下 他看不到小孩 就是每次看到我就會哭 律師怎麼辦 我還可以怎麼辦 我就幫他想 什麼事情可以再幫他做 然後他也不是只會聽我這邊 因為他自己很焦慮的時候 就會找非常多的 不管是人啊 不管是網路上的資訊都會有 那找了很多資訊 就會問律師 這個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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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跟他說 可以 你都可以做 可是效果沒有那麼顯著 甚至你是多付錢 多花錢去做這些事情 那還好後面這個案子 算是順利 開了一庭之後 法官就覺得說 那福建那邊不能這麼霸道 你把孩子不讓媽媽看 還做這種 就是還傷害小孩子的事情 所以一審判下來 孩子是在我們這邊的 OK 正義還是得身招 這麼高壓的工作 你怎麼釋放你的壓力 我釋放壓力的方式 還滿多的 對 我滿喜歡開車的 我覺得在車上 然後在自己的空間 沒有人可以打擾你的時候 你可以放著自己喜歡的歌 然後開車開到 你想要去的地方 我還滿喜歡跑山的 有跑山路 然後可能到一些風景 比較優美的地方 遠離城市的喧囂 在那個開車的過程中 很紓壓 然後一邊開車 一邊聽音樂 一邊唱歌 大聲濕吼的去唱這個歌 就覺得非常紓壓 因為我唱歌不好聽 我也不喜歡去那個 KTV KTV唱歌 所以就會覺得說 我可以自己唱啊 我自己唱 唱得超開心 唱到沙啞都沒有人管我 那有一次 那個唱到真的 鬼嫂子了 下車 然後還被朋友問說 你怎麼鬼嫂子 我沒有啦 可能就是最近可能比較累 那個比較沙啞這樣子 妳還去玩射擊遊戲喔 對 因為我還滿喜歡打電動的 那電動的話 我可能會是喜歡打那個歇史 那我甚至還是大學時候 我大學我是我們法學院 那個歇史的團長 一群男生喔 然後我女生是團長這樣子 我沒有打得很好 但是男生他們都會讓我 就... 那個其實重點不是在於 你有沒有打贏 是那個團隊的那個感覺 是很好的 大家一起一起去做一件事情 那個團體的革命情感 反正是很讓你放鬆 很讓你開心的事情 OK 單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喔 請大家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或者是掃下面的QR Code 同時一定要記得要按訂閱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內容 而且有很多網路獨享的好影片喔 還有還有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訂閱 按讚 按讚 訂閱 lad 按 訂閱 onze 按 呃